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2日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析乌克兰战场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发现原油的价格在持续的下跌 今年这个原油价格已经从最高点 布伦特的价格139跌到了目前的75.42 这来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 造成的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也越来越小 不光是原油包括链很多金属 它的受干扰也是越来越小的 这说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趋于减弱 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也对这个战争开始越来越 有这种疲劳期吧 未来实际上这个对于在身处战场上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 肯定也有同感 但是现在这个战斗就是属于这种胶着状态 我们现在看一下战场的情况 首先还是看一下卢干斯克北部的战场变化情况 卢干斯克北部最近的战斗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在斯瓦托斯瓦托以北地区 它的变化是不大的 主要是现在的战斗还是集中在库泽米夫卡这附近 我也说了在这个俄罗斯的精锐 它实际上也是部署在了库泽米夫卡附近 首先在今天一开始我们讲这个战场战线的情况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俄乌双方的这个大概损失情况 这个乌克兰爆出来的俄罗斯的损失还是300多人 没到400人 为什么我把这个数字先跟大家说一下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建立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看我这个画了圆圈蓝圈 这个红芯 这个红芯或者红的菱形 这都是有战斗的地方 这些地方你大概数数啊 我大概数了一下 可能这最少有50多个点 而且我们标注这些点肯定是不全的啊 就是战斗地点肯定不全的 那这样大家就有一概念了 就是说一天300多个人 他分布在这个50多个地点 对吧 五六十个或者更多的地点 实际上他这个 每个地点的人员也就是几个人 大概 大概这个大家心里就有这么一概念了 就是说他这个战斗的强度是有多大 对吧 另外呢我在这也顺便多提一下 有人老说这个乌克兰给的数据不准 那没办法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一个战争的问题 对吧 战争从古到之今就有冒领军功的问题 那没有真话 你从哪得到一个真实的数据呢 对吧 你又不上战场 所有的现在大的这个海外的媒体 包括中国媒体 他有自己的数据来源吗 都没有 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俄方或者乌方公布的数据 你只能去分析这些公布出来的数据是否准确 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个事 你不用老批评这两个 这双方给的数都不准 或者哪方准 我觉得你更多的可以把心思讨论一下 哪方这个数据不准 他不准在哪 他是这个乌克兰公布了很多项 将近十项 是人员不准 坦克不准 车辆不准 对吧 还是都不准 还是哪几项不准 他不准有什么样的规律 他线性的去修改这些数据 还是离散下改改这些数据对吧 我每个数可能都加点或减点 每个数可能有的多有的少 但是我跟你说 把这个造假 你持之以恒的几百天的造假 你造下来实际上是有很大难度的 为什么 你逐渐的你就和很多扩关的数值 就会出现有冲突的情况 比如你这个机会的坦克数量 远远超过了 这个对方可能真正拥有的数量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 咱们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 你公布的人数 如果跟战场实际情况脱离太大 实际上咱们是没有感觉 但是参战的部队会有感觉 对吧 你这些数据跟实际 我刚才已经说了 每个地点大概的人数情况 对吧 你要是太多了 或者太少了 对吧 都会有问题 好 今天数的这事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我觉得我建议的 各个朋友呢 以后在网上这个发言的时候 如果觉得数据不准 你就直接说哪不准 你认为多少 说出来就行了 不要说这不准 大家都知道不准 但你也没办法搞得更准的东西 你要是不依赖这些数据说这些事 你就没法说了 这事 你也没有判断的依据 在这个卢干斯克北部的这个战斗呢 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 也可以说是有些新的情况出来 主要集中在哪呢 在马吉伊夫卡这附近啊 这战斗还是跟过去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在克里米阿那的北侧 这部分战斗的突然多起来了 我们要注意观察 这个克里米阿那最近的这个一个镇子 叫叫斯提夫卡吧 这个没有中文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比较激烈的战斗 所以他就离克里米阿那的就已经非常近了 而且离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克拉斯尼昂克 这个村子啊 也比较近了 所以他在这个区域啊 这个实际上是两个村庄啊 有战斗了 这个是实际上 实际对这个克里米阿那有一定的威胁了 而且在克里米阿那的下侧啊 也就基罗皮克这个附近也是有战斗了 所以最终这个区域有什么变化啊 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关注啊 因为很很早就传出来有信息 说在这个方向有比较大的战斗 另外在顿涅茨克方向呢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顿涅茨克的战斗呢 是也有些变化 主要的变化在哪呢 在于这个比罗格瑞夫卡的啊 北部啊 是有一些战斗出来了 这个北部呢 是一个 沼泽地 它并不是村庄 所以在这个里头的战斗呢 就是双方的人员通过沼泽地啊 在互相的渗透了已经开始 另外其他方向的战斗呢 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巴赫围绕着巴赫穆特 我们可以看到巴赫穆特东北侧的这个索雷达尔的战斗呢 是比较多了啊 它多处发生了这种战斗 另外在这个巴赫穆特南侧的战斗地点也比以前多啊 我们说这 库尔九米夫卡这个方向啊 被俄军拿下来以后呢 他在对西啊进行进攻 也就是说 他对顿河军士坦丁罗夫卡这个方向也有炮击啊 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迂回 他在试图在这个方 呃 从巴赫穆特的啊 西南方向进行迂回啊 对他进行包装 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呢 要注意一下就是俄军在 呃 阿瓦迪普卡到这个匹斯基的方向啊 是呃 有比较大的进展的啊 匹斯基这个是完全被这个俄军拿下来了 而且他拿下来以后呢 依然在向西北方向这个定居点啊 进行渗透 包括马林卡这个方向 呃 乌军对于对内茨科士啊 举行了 呃 进行了比较大的一个 呃 炮击吧 或者是有利用火弹的火箭弹进行了袭击 啊 目的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希望打击这个俄军的后勤 当然也有人说啊 在这个方向进行的这个轰炸呢 是啊 无差别的 这个咱们区分不出来 现在 呃 在乌克兰南侧啊 这个说法特别多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些说法啊 咱们也没法验证 你只能等去看这些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在哪呢 一个是啊 一些战斗啊 发生在这个顿尼茨克这个区域 也就是从弗洛达到这个大诺 呃 沃西尔卡这个方向啊 这个战斗呢 有相关的图片留了出来 我在后头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就这个大诺沃西尔卡这个方向的战斗 呃 另外呢 呃 比较需要我们关注呢 就是在这个 狐狸埃伯勒这个方向啊 据说乌克兰集结了大量的装甲部队 但是最近的天气呢 不适合这个部队的使啊 这个使用 地面比较滑 所以所有的轮式车 在这个时间段使不了 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这个俄罗斯配置的 部队啊 他用轮式车比较少啊 用这个链式 这个履带式的比较多 俄罗斯方面用的轮式车啊 其实如果是轮式 他也是八轮比较多啊 不像这个西方提供的很多援助车辆 是四轮或者六轮啊 在这个时间段受的限制特别大 啊 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俄军一些新的装备进了啊 这是T90M 啊 T90M 大家可以看一眼 他在这个 这个坦克的周边啊 布了很多这种软装甲 啊 这种链子实际上是对于RPG这种武器啊 是由 这种 射榴弹啊 是有很大的这个防护作用的 啊 他可以扰乱这个 RPG这种火电弹的积翻啊 包括这个炸的这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坦克改进入还是比较大的 啊 这个是 俄军在使用这个 地雷布设车啊 对这个 乌克兰的周边阵地啊 进行远程布雷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老看到这个新闻 啊 这个 相关的作战车辆啊 在战场上被地雷损伤的原因啊 他用这种机具啊 一次能布很大一个面积来啊 这就是他相他用的这个设备啊 他用的是一个设备先把这个 啊 布雷载具先吊装过来 啊 这就是 大诺 这刚才我们说那个大诺 奥迪普卡 这个 的一个做战斗情况啊 这是被击毁的坦克和这个装甲车 啊 所以在南部这个战战斗呢 呃 还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啊 这个是 啊 乌克兰军队对于这个瓦格纳的 啊 军营进行的远程打击啊 造成了这个 大火 啊 这也是对他的基地的一个啊 损伤吧 所以现在乌克兰现在由于在 呃 这个 巴赫木特方向的战斗呢 比较激烈 所以他也在努力的打击这个俄军啊 后方的一些基地 呃 巴赫木特呢 我 我觉得这个没有可太多评价的地方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 呃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乌克兰不能发动自己 呃 希望发动的这种战役啊 比如说在 呃 过去老在传说 这个 这个 赫尔松向南部进军啊 你没法进军的情况下啊 你在扎布洛也没法进军 在卢干斯克北部不能进军 那 俄罗斯就腾出手了 在巴赫木特打了 实际上在巴赫木特打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关键是 确实在这个区域当中俄罗斯不吃亏 对乌克兰军队呢 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啊 啊 这个是海马斯火箭弹呢 残骸好像是 啊 这个就是啊 今天大致的一个战斗的情况 啊 我们想呢 在这个 啊 目前现有的这个阶段呢 实际上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呢 都在力争主动啊 这个不断的补充兵力 和这个武器装备 所以未来呢 啊 在这个天气再转冷一段时间之后啊 可能会有更激烈的战斗出来啊 最近几天的 啊 交战的烈度呢 已经相对有所下降啊 我我说了 已经连续三天这个伤 乌克兰报这个俄罗斯伤亡人数 已经降到400以下了 实际上 乌克兰的伤亡程度呢 可能跟俄罗斯也是类似的 好 今天呢 就是说到这儿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